美中角力現在持續的進行當中 首先先看到這個是石墨的部分 中國石墨的出口禁令正式生效 這時間就在12月1號 就是3天之前的時候正式啟用了 當然這個對於日本還有韓國的車企 就傷透腦筋了 不過整起的這個所謂的出口禁令 主要是被針對 視為是美國對於先進半導體設備的出口禁令 雖然說會衝擊到其他的國家 另外我們看到的是雷蒙多 他就警告了 中國是最大威脅 呼籲阻止取得先進晶晶片 當中他就特別講到 北京當局是我們遇過最大的威脅 中國不是我們的朋友 我知道在座的晶片公司 執行長們 你們有一些不高興 因為你們正在失去相關的營收 但是這就是生活 保護我們的國家安全 比短期收入更加的重要 這個話講得很無奈 也要這些在當局的 在座的這些公司 以及執行長們 氣焰 你就吞下去吧 這就是生活 沒有辦法 請跟著我們政府的政策 一起來視為中國是最大威脅 一起來抵制 卡中的這新戰場 也包含了這個新的目標 就是鎖定大陸的 這個東西要來碾壓全球產業 就是電動車了 現在美國政府就宣布 有關於電動車的補助新規定 如果美國電動車你有採取大陸供應鏈的電池的話 你這個東西就不能享有補助了 不好意思 好沒關係 美國現在有這些的相關的制裁 那大陸現在就通通自己來怎麼樣 他不甩美國制裁呢 現在有出了一個所謂的全新的超級電腦 這個超級電腦有多厲害呢 我們看到不管是說裡頭的一些速度啊 或者一些技術都遠遠超過現在美國有的東西 包含了電子電腦這所謂的心臟 心臟的部分 他們就宣布 公司在11月成功的向一個中東的一些研究機構交付了 自主生產的超導量子晶片 而且進一步細看到相關的技術 其實他解決特定問題呢 是比所謂的剛剛前面提到的 美國超級電腦的 原本他們美國有的東西呢 還要再快1億倍喔 不是1億 是1億億倍喔 你看這速度有多快 這個速度有多驚人呢 這個主要是在講說在取得 取樣數學問題的時候 是比目前最快的超級電腦 還要速度再快的 另外提到這個九張三號呢 在百萬分之一秒時間之內 處理的最高複雜度的樣本呢 需要美國最強 剛剛提到超級電腦 花費超過200億年的時間 這個速度一比賽 哇就很不得了了 而且呢進一步看到 這個下一代的科技強大引擎 是大陸量子科技專利技術呢 還有相關的投資規模 通通都在於世界稱霸的 這個時間是截至2022年 不管是在量子資訊技術 或者是投入金額上面 不只遠遠超過歐洲的84億美元 和美國的37億美元 通通都是遙遙領先的 還有呢至於看到是在防長的部分 現在呢 美英澳深化所謂的合作 著重的是 升空雷達還有量子技術 在這個會面當中呢 就強化這些東西 那目標就是要來應對中國的威脅 那看到中國現在 當然呢全力充施自己修的東西嘛 那現在呢就是 長三角這個地方呢 科創就群聚的 非常非常的成功 大陸呢也是逐漸的 超越超車美國了 主要呢就是因為在這個科創中心 有呈現所謂的驗證集群 裡頭呢有23個城市來自中國 僅次於美國26個 其中長三角地區呢就有5個城市 進入全球的百強 上海杭州南京蘇州 處於第一方陣這非常厲害喔 還有中國呢也特別提到 現在人型機器人技術呢 實現已經從追趕跑 到現在已經領先當中了 先問一下寒冰哥怎麼看 我們其實之前就有說過 即使是習敗會 雙方的關係開始呈現一個緩解的狀態 然後好像敵意沒有像過去 這幾個月的時間那麼強 但是雙方的競爭還是依舊存在 雙方也是在相互的鬥法 相互的制裁 所以大陸其實還是按照 他自己的步驟 對這個死墨的出口 產生禁令 但他也不是完全禁止 也就是你要來跟他申請 然後他再根據情況判斷 也就是要保留了 一定的彈性空間 然後來判斷到底要給你 還是不要給你 所以這個就是 雙方彼此在鬥法的一個過程 這當然會對歐美 日本 這些國家的電動車製造 會產生一定程度的衝擊 但這也沒有辦法是 因為基本上這已經 呈現著一種 中國大陸跟整個西方體系 對抗的一個態勢 至於雷蒙多真的是 站著說話不要等 所以我覺得真的是 這個就是生活 你們就吞吧 對啊 那請問一下 他們吞下去了 那你有沒有去幫你的廠商 去想到 那我去哪裡找得到一個 能夠跟中國媲美的市場 因為我覺得雷蒙多 這個做法本身是很奇怪 對 因為你美國 要跟中國大陸要競爭 你認為中國大陸 會危及到你的國家安全 但是這些廠商如果倒樓 會不會危及美國的國家安全 一樣會 所以你要要求這些廠商 配合之前 你是不是應該要幫這些廠商 找出路 去幫他們找 比如說哪一個國家 可以取代中國大陸 成為他們銷售的方向 或是趕快去幫這些廠商 跟其他國家洽談 另外的一些合作計畫 讓他們有個出路 結果你不是 你只是說 那你們就自己吞下去 這就是生活 那請問一下 你是這些廠商 你會服氣嗎 那雷蒙多不要忘記 美國畢竟是個民主國家 這些廠商 其實背後就是 一大堆巨大的金主 那這些金主 不會影響到選舉的結果嗎 這是拜登想要看到的狀況 所以我覺得 雷蒙多自己是因為不用選舉 所以他覺得無所謂是不是 這對你的老闆 可能是一個很大的傷害 所以我覺得 他真的要仔細想想 說話能不能這樣說 那至於這個九章三號 其實九章三號也是一個進程 但進程非常快 因為他有九章 九章二號 九章三號 一路這樣進來的 那他其實九章二號是2021年 那現在2023年 也才過兩年多 又出現了新的 那速度已經提升到 他現在比九章二號的運算 速度快100萬倍以上 其實這是一個 很驚人的一個進展 那但是他也承認 他比現在全世界最精密的 這個Frontier 這個美國的電腦 還是稍差 這個是也不得已的 實際上他自己也講 因為他是用大量的CPU 把它堆疊起來 創造出這樣的一個運算結果 那也只有在特定的 這些計算方式上面 他會領先Frontier 但是在其他還是輸給他了 那因為Frontier 其實用的CPU 其實核心大概 只有他的五分之一而已 所以在這種狀況下 美國目前不可否認 他在技術上還是領先的 但是大陸現在實質上 他就是全世界的第二 那中國大陸正在加緊追趕中 所以他才不斷的投資 更多的資金進去 那相對來講 歐美沒有辦法投資 這麼多的錢 因為他們有很多 其他的事情也要做 所以現在你可以看到 歐美這邊採取一個態勢就是 我單一個國家 可能沒有辦法投資 超過中國大陸 所以我們幾個國家 集合在一起 一起來做 大家來分擔這個資源 可是問題來了 當你在分擔這個資源之後 分擔這個資源出來的成果 大家可以共享嗎 這恐怕就是問題 因為我們從F35的合作 就可以看得出來 到最後是美國掌握了 所有的技術 他只是提供戰機 給這些其他合作的國家而已 而且有一些國家 比如像土耳其 我出了錢 然後只是因為 我有一些地方讓美國不滿意 他就不給 所以跟美國合作 是有一定的風險存在 而且到最後技術 還是掌握在美國人手上 對這些其他參與的國家來講 他真的願意做這樣的犧牲嗎 所以我覺得這些都是問題 當然 中國大陸這幾年一直在全力 發展高科技方面的 這些研究 這些專利 為什麼 因為他也知道 未來的世界就是高科技的世界 這一場鬥法 我個人認為會持續數十年以上 李師哥 這個鬥法你怎麼看 我們來看最新的 這一個有關於 超級電腦的排名 如果最新的 從這個電腦排名上 對不起 小家長做得不好 就是放大也看不清楚 但是做成兩張 讓大家大概覺得很抓狂 為什麼那麼多張 第一個 也就是美國的Frontier 實際上 剛剛韓明哥講的 有關於九章三號的部分 並不在這個排列裡面 但是第十一名跟第十一名 也就是我們一般所熟知的 神威太虎之光 第十四名也就是天和二號 這些超級電腦 事實上也在世界上排名 第十一跟第十四 奇怪了 為什麼是第十一跟第十四 我們現在看到 大陸的有關於這些科技的發展 我們必須要認知一件事情 可能會有非常多的隱匿的效果 為什麼呢 因為事實上 從大陸喊出2025中國製造 2035中國標準之後 結果就招來了貿易戰 然後招來了科技戰 所以現在發展這些最好都是不講話 就是自己發展 但他們到底大陸發展是怎麼樣 我們實際上看結果就可以了 我們比速度之外 我們要看它的實用性是如何 什麼叫做看結果 第一個我們剛剛在前幾節的節目 我們不是有講到前學生彈道嗎 前學生彈道為什麼可以帶著東風 東風時期採用承波體的這一個彈道 為什麼為什麼 因為就是透過這個超級電腦的運算 更不要講東風27 東風27就之前泄密才知道原來有東風27 其實它都是承波體 但是我們剛剛講到的東風17 它用的是東風21的推進運載火箭 東風27它用的是東風26的運載火箭 所以它的射程遠超過關島的距離 也就是未來美軍的軍艦進入到第二島鏈 它都要時時心心念念的想 會不會遭到這些飛彈的攻擊 另外除此之外 它還有其他發展的需求 例如說我們講到說 即將我們也會很快看到的轟20 為什麼可以做成那樣的弧度 為什麼它會做成 例如說我們大家都講說 它可能做得很像B2 那當然像B2 飛機不是你坐飛機我也坐飛機 那既然是同樣用同樣的空氣動力的原理 當然做出來就是一樣 不然呢 所以我們這樣講 它用這一些超級電腦算出來的 這個就是剛剛講到的 實際上的實用性 還有一件事情 也就是在2023的中國軍力報告書裡面 所講到的核彈的性能的數量的提升 跟這一個超級電腦 也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最後問一下教授 對 我還滿同意 就是即便是敗習會才剛過 但看起來是美中關係 有點是看起來比較風平昂靜 但我認為其實檯面下就是暗潮汹涌 就是該對對方的一些殺手箭 科技的封鎖 其實這個角力是持續進行 那我要請各位觀眾特別注意一下 這個AUKUS 這個美英澳三幫的安全合作 因為對美國來說 在亞太地區就是條約盟國 這個韓國 日本最重要 那殊此之外 大家不陌生是四方安全對話 合作的機制 美日英澳 但是真正談到比較安全科技的 這些深化的合作 很具體的歧視在AUKUS 它的起頭當然是為了澳洲打造 下一世代的核磁動力潛艦 那現在當然是美國先提供三艘 這個維吉尼亞級 然後英國再跟澳洲一起去做 所謂AUKUS級的潛艦 但是最近三國外長提到說 要增進彼此在水下 收納數據資訊的一個合作 用AI去探知 中國大陸潛艦的一些行跡 還有很多包括說量子運算 AI還有包括是網路 網路攻擊等等的合作 因為這個合作其實是非常急密 而且參與三邦 都是五遠同盟的三國 它對比美日英澳 看起來是浩浩蕩蕩 很制度化 而且四方領導人都與會 但是美日英澳四方的合作 比較像是一種比較政治性的 或是一種機制性的 對話的平台 遠遠不及AUKUS 對美國的一些助力 所以我覺得長遠來看 除了美日同盟 美韓同盟 還有最近的美日韓三邊合作 AUKUS是最值得大家 往下關切的一個事態的發展